哎呀 这块成了 啊 来来来 看到这块成 估计应该有东西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液体 真还有东西 这可能就是 酒 这有可能会有点酒 河南洛阳挖入汉代道教古墓 墓中出土了一幢硕大的青铜壶 里面装满了不明液体 专家本以为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美酒 化验结果却让所有人大惊失色 保持你的好奇心 接下来给大家揭秘洛阳西宫汉代大幕之谜 2018年10月 河南省洛阳市沙场西路正在进行施工建设 工人们挖出了许多空心砖 考古队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 勘探后发现 这里埋葬着两座西汉大型家庭墓葬 队员们立刻展开抢救性发掘 发现了很多西汉时期的青铜器 其中包括铜盆 铜镜 铜壶 铜灯等器物 考古专家非常激动 如此众多的青铜器 在洛阳地区以往的考古行动中十分罕见 不仅让人好奇 墓主人究竟是谁 考古队员带着疑问继续挖掘 可更多的疑问接踵而来 这座汉代家庭墓由东西两座墓葬组成 连接墓室的走廊长达23米 300平方米的地下宫殿 使用了大量空心砖 和汉代常见的前堂后式墓葬形式相比 这座汉墓显得十分反常 墓道蜿蜒曲折 还分布着耳势和坠势 考古队员清理泥土时 又挖出了一件青铜器 从露出来的部分可以看出 这件青铜器保存得十分完好 没有出现变形和破损 清理出整体轮廓后 专家发现这是一件青铜壶 体型十分庞大 古人讲究视死如生 通常会把生前使用的东西带到地下 所以这件青铜壶里面说不定 盛放着墓主人生前用过的东西 就在队员小心翼翼的清理盖子时 竟然发现盖子能够自由闭合 要知道这些青铜器埋在地下两千多年 表面早已布满铜锈 有些甚至锈在了一起 不得不说眼前的一幕实在太神奇了 专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为了避免跑气 立刻使用保鲜膜将虎口封了起来 然后继续清理周围的泥土 专家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汉代墓葬里的青铜器本就稀少 但这座墓葬却出土了这么多青铜器 最为关键的是发觉工作进行到现在 没有发现任何倒扰的痕迹 所以这次考古行动必将收获满满 考古队员手持竹签 一点一点清理铜壶表面的泥土 发现铺手弦环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这是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书图 铜壶后面还出土了一些陶器 表面描绘着精美的彩绘 这又是一个重大发现 为了加快发觉进度 考古专家手持铁锹亲自上场 然后迫不及待地弯下腰 想把这件铜壶抱出来 结果让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看到这块城估计应该有东西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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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东西 这可能就是 酒 这有可能估计是酒 河南洛阳挖出汉代道教古墓 墓中出土了一口硕大的青铜壶 专家拿在手里晃了晃 发现里面装着许多液体 难道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美酒吗 专家非常激动 为了防止青铜壶里面的液体挥发 专家赶紧使用保鲜膜将其密封 然后送往考古实验室 如果这里面真的是酒 这价值难以估量 像什么82年的拉菲都在靠边站 酒在我国文化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以说任何场合都离不开美酒 包括礼仪 祭祀以及丧葬活动 早在三四千年前的商代青铜系中 就曾发现过保存完好的美酒 由此可见我国的酒文化 有着数千年的历史 在汉书食货制中就有对酒的描述 甚至把酒列在所有药材中的第一位 那么这尊青铜壶里面装的到底是不是酒呢 专家首先对青铜壶进行称重 整体重量为13.22公斤 最后接的保鲜膜 利用高频超声波水流清洗器 清洗铜壶表面的泥土 接下来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专家小心翼翼的揭开壶盖 然后找来一个玻璃瓶 众人摒弃宁神将里面的液体倒了进去 此时一名专家声称 自己闻到了一股果酒的味道 另外一人凑上就闻了闻 这什么味道都没闻出来 这些液体经过两千多年的掩埋 早已变得浑浊不堪 里面有许多漂浮物 很难让人把它和酒联想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静置 液体和沉淀物逐渐分离 专家进行称重后 发现液体的重量达到了3.32公斤 此时青铜壶的盖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内地有一团蓝色物质 看起来十分漂亮 专家解释道 这是青铜器腐蚀之后产生的现象 俗称红斑绿绣孔雀蓝 虽然看上去十分美丽 却也证明这尊青铜壶腐蚀的非常严重 此时此刻人们心里只有一个疑问 这些液体到底是不是美酒 可能有朋友会说 是不是酒尝一下不就知道了 但这些液体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东西 没人敢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品尝 在这说了 就算这些东西真的是酒 深埋2000多年也早就变味了 就算专业的品酒大师也尝不出来 于是专家决定使用最科学的方法 提取一些样本进行化验 只要能检测出酒精或者有机物 就能得到最终的答案 河南洛阳挖出汉代道教古墓 墓中出土了一个硕大的青铜壶 里面装满了不明液体 专家本以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美酒 化验结果就让所有人大惊失色 这些液体里面没有任何有机物 也没有酒的特征产物 由此可见 这些不明液体并不是千年美酒 专家使用仪器进行检测后 发现了大量金属元素和消失 专家查阅了大量古籍文献 在三十六水法中找到了繁石水的配方 经过一系列研究最终得出结论 这些2000年前的不明液体 竟然是古人炼制的长生不死药 也被称为生仙药 说白了就是繁石水 半代古人希望饮用死水 从而获得长生不老 但结果显而易见 这些所谓的长生不死药 没有任何效果 否则墓主人也不会将它带到地下了 由此可见 古人对于长生不老极其狂热 其中当属秦始皇最为痴迷 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找不死药 甚至广招天下术士炼制丹药 还派徐湖出海寻仙 可到头来一无所获 秦始皇还因为长期服用所谓的丹药 身体终于承受不住 此时他终于明白 那些所谓的不死药都是骗人的 一怒之下焚书坑儒 坑的都是那些招摇撞骗的炼丹术士 可一切为时已晚 秦始皇年仅49岁就驾崩了 如果他不执着于长生 而是进行科学养生 说不定能够多活一二十年 虽然青铜湖里的液体不是美酒 却是我过首次发现 水法炼制丹药的食物证据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考古现场惊喜不断 离间间造型精美的青铜器 让考古队员目不暇接 这个硕大的青铜圆盘 直径达到了70厘米 即使在青铜铸造技术 十分发达的汉代 也很难做出这么大的尺寸 足以称为洛阳西汉第一青铜圆盘 看着如此珍贵的重宝 专家却犯起了愁 因为铜盘底下堆满了陶器 在时间的催化下 铜盘和陶器紧紧的粘在一起 提取难度非常巨大 专家只能使用竹签 在缝隙里面来回试探 可让人心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些脆弱不堪的陶器一碰就碎 只能拿回研究室进行修复 好在青铜盘被完整的提取了出来 看着如此重大的发掘成果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耳式和坠式的清理工作 持续了一个星期 共出土彩绘桃壶三十多件 青铜壶四件青铜盘一件 以及青铜 手炉 陶灶 铜斗 铜储就等器物 种类丰富让人眼花缭乱 看着这些琳琅满目的青铜器 专家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既然青铜壶里装着生鲜水 那么这些青铜器会不会是用来炼制丹药的呢 例如这些青铜储就可以捣碎药材 手炉能够熬制药材 而这口青铜圆盘则是用来盛放药材的 以上种种发现足以证明牧主人是一个专门练着丹药的术士 穷其一生都在追求长生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